各位玩友大家好 這裡是 長安街 丁良文內科診所 今天有這個 健康 背 計畫 我幫我們搭檯的時間 不管是有 最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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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白的 最後的 最後的 是在西門醫院 也很重要 我們要希望 這邊有很多 因為我們 公司以上 比較會幫忙 比較會幫忙 今天大家都在 前面的時間 比較長 再加上到了 醫院那邊的時候 排隊人數也相對比較多 而且大醫院也比較容易 有一些其他的 經典的教授 那後來在醫生這邊 我就發現 你們在 即使在社區裡面 那些西門的診所 就是 蠻幸運的 做事 所以 我們來這邊很快 迅速又方便 而且有時候 自己帶 自己跟媽媽帶來的 小朋友來 騎摩摩摩車就可以到了 醫生走來的時候 真的是 又不利 所以你們已經 非常清楚 那想要請你們 再分享 在你目前的 治療的角度 痾 目前我是 剛那個急性情發作過後 我有跟醫生說 那我還需要持續用藥 那醫生是有叮嚀我說 因為這個氣卡是 蠻複形的 會不定期的發作 的症狀 所以我必須要 持續用藥 所以他覺得 就是小朋友 他只要 那個情況是 鼻涕到你 然後我會突然 晚上睡覺之後 一直都會打到神奇 那醫生 那醫生 他就會把眼神很順暢 然後 很像那樣的 他就會變 輕輕的 黑癮 然後就 然後就把這邊之後 也是醫生經過 診斷 用診之後 被他做一些 簡陷治療 然後現在 醫生的情況 改善很多 所以你們也只能 打善最小的 而且他就 還是其實 有發作的 那如果說 對 好像那位 還有健康的能力氣候的成果 今天的主題是 健康肺心 認證照顧肌膀 因兩聞內科診所